来跟进沙阿南坠机事故 由12名美国和新加坡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 今早抵达了坠机事故现场 尝试从飞机残骸中调查坠机的原因 根据观察 12名专家在5个小时的过程中亲力轻微 配合我国警方一同展开搜证和调查工作 这群来自美国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 和联邦航空管理局 以及新加坡的专家是于昨天非抵达 其中8人在今天早上8点30分就已经抵达现场 全副武装戴上了防毒口罩 手套 搜证4个小时 由10名美国和两名新加坡专家组成的调查团 今天下午2点45分完成了现场调查工作后 就离开了现场 但现场还有大批警员驻守 还有飞机维修工作人员留下来做善后的工作 这一支来自美国的调查团将在大马进行为期7到10天的调查工作 飞机残骸在近5清理完毕后将被送往舒邦机场让专家进行鉴定 与此同时 交通部长陆兆福说 当局寻货的驾驶舱通话记录器已经于昨天送往新加坡交通安全调查局 取回坠机前最后30分钟的通话记录 他说该通话记录器被寻货时已经严重损坏 但记录卡依然完好 无论如何陆兆福说 由于还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因此现阶段无法保证是否可以成功取回记录 一旦有任何的结果就会尽快公布